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七圈 针法与第五圈相同 只是反拉针之间间隔的针数由六针变成了七针 翻到花朵的背面 重新拿起线头 找到上一圈的断线位置 下方的反拉针 也就是第五圈的反拉针 整个挑起 然后起针勾之一针短针 做好标记 后面七针锁针间隔 调起下一个反拉针 勾一针短针 七针锁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 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勾完 勾完最后七针锁针 在较扣位置引拔 不需要断线 接着勾花瓣 第七圈就完成了 往下勾第八圈 也就是第四层花瓣 这一圈花瓣的长针变成了九针 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然后穿入左侧大洞 然后穿入左侧大洞 勾一针短针 做好标记 接着一针终长针 接着一针终长针 九针长针 完成后一针终长针 完成后一针终长针 一针短针 后面按照花瓣的针法 把这一圈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花瓣 勾完最后一个花瓣 在教科位置引拔 花朵部分的编织就完成了 接着断线 线头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 大家看,这就是花朵完成后的样子 勾完的花朵会有些不平整,是正常现象 到这里,花朵就讲解完了 完成了花朵,接下来在四个角勾织叶片 每个叶片由三个叶子组成 叶片位置均为断线勾织 用到的针法有锁针、短针、中长针、长针、长长针和引拔针 请看我演示 将花朵正面朝上 找到最外圈任意一个花瓣的中间一针 也就是长针的第五针 挑起长针针目 绕线,将线勾出 接着勾七针辫子针 在第七针上做好标记 往下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挑起记号扣上的外侧半针 这样的一根线,勾一针短针 后面分别挑起辫子的外侧半针 勾一针中长针 三针长针 一针中长针 一针短针 一针短针 最后在起正位置引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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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叶子就勾好了 不需要断线 不需要断线 接着勾第二个叶子 先勾八针锁针 在第八针上做好标记 往下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调起记号扣上的外侧半针 挑起记号扣上的外侧半针 勾一针短针 后面分别挑辫子的外侧半针 勾一针中长针 一针长针 往下是两针长长针 先绕两次线 穿入辫子的外侧半针 将线勾出 这时勾针上有四个线圈 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剩下三个线圈 再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 还剩下两个线圈 最后绕线一次穿过 一针长长针就勾好了 我再演示一次长长针的勾法 绕两次线 穿入洞眼 将线勾出 绕线一次穿过针针上的线圈 重复三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两针长长针就勾好了 后面继续一针长针 一针中长针 一针短针 最后再长针针目上引拔 第二个叶子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三个叶子 方法以第一个叶子一样 先起针勾之七针锁针 做好标记 然后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同一个位置 够一针短针 后面一针中长针 再次 一针短针 完成后在长针针目上引拔 第三个叶子就勾好了 同时一个角就完成了 这里需要断线 勾一针锁针固定 预留线头 断线拉紧 线头藏到织物里面 往下跳过相邻的花瓣 在下一个花瓣的中间一针上勾叶片 也就是三个叶子 其中第一个叶子和第三个叶子针法一样 第二个叶子多起了一个辫子 同时中间的三针长针变成了两针长针和两针长长针 角的编织方法都一样 后面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完成这个角继续跳过一个花瓣 在下一个花瓣的中间位置勾叶片 按照这样的方法勾完四个角 这里我已经勾完了四个角 大家看 这就是叶片完成后的效果 接下来勾之花边 一共三圈 从第二圈开始 花片均为正方形 有四个边和四个角 用到的针法有 锁针 短针 长针 长针加针 长长针和引拔针 请看我演示 首先勾之花边第一圈 针法有锁针 短针 长长针 和引拔针 找到任意一个叶片的第三个叶子顶端 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两根线交叉 同时挑起这两根线 重新拿起线头 将线勾出 立针锁针做起立针 从一个动眼勾一针短针 做好标记 接着一针锁针间隔 往下挑起相邻花瓣的中间一针 也就是第五针长针 也就是第五针长针 调起整个针目 勾一针长长针 注意勾的时候叶子的正面对着自己 也就是纹理比较整齐的这一面 完成后一针锁针 后面到了下一个角的叶子 穿入第一个叶子上方的动眼 两根线像这样的交叉 在这里勾一针短针 在这里勾一针短针 接着七针锁针 穿入第二个叶子最下方的锁针动眼 也就是短针旁边的这个动眼 勾一针引拔针 后面继续勾九针锁针 后面继续勾九针锁针 然后穿入第二个叶子顶端的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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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一针短针 勾一针短针 九针锁针 往下穿入第三个叶子最下方的锁针动眼 同样是短针对应的动眼 勾一针引拔针 然后七针锁针 然后七针锁针 在这个叶子的顶端勾一针短针 叶子部分就勾好了 接着一针锁针间隔 一针锁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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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到了叶子部分 按照之前的针锁针 分别在叶子顶端勾短针 末端的洞眼勾引拔针 其中第一个叶子和第三个叶子 短针和引拔针之间间隔七针锁针 第二个叶子左右各间隔九针锁针 勾完叶子部分 在下一个花瓣的中间位置勾一针长长针 左右间隔一针锁针 方法与之前一样 后面我就不详细说明了 把这一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完成了 不需要断线 接着勾第二圈 针法有锁针 短针和引拔针 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同一个洞眼勾一针短针 做好标记 接着三针锁针 接着三针锁针 跳过相邻的锁针洞眼和长长针 在后面一个短针上勾一针短针 三针锁针 往下挑起第一个叶子上方的锁针大洞 也就是花边第一圈的锁针 勾一针短针 后面需要过渡到第二个叶子上 这里勾五针锁针 完成后挑起相邻的锁针大洞 勾一针短针 三针锁针 到了叶子上方的短针位置 挑起针目勾一针短针 三针锁针 左侧大洞勾一针短针 往下需要过渡到第三个叶子上 往下需要过渡到第三个叶子上 这里勾五针锁针 然后穿入相邻的大洞 然后穿入相邻的大洞 勾一针短针 三针锁针 可以发现 这里都是在第一圈的锁针大洞 即短针位置 入针的 并勾置一针短针 短针之间均有所针间隔 除了叶子之间过渡的地方 间隔为五针 其他都是三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 勾完下一个角的第二个叶子 右侧的大洞 我们把这里到上一个角 第二个叶子的左侧大洞 这之间的距离作为一个花片的边 第二个叶子顶端的短针为一个角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勾 把剩下的边和角勾完 勾完最后一个角 继续勾三针锁针 挑大洞勾一针短针 五针锁针 挑相邻大洞勾一针短针 三针锁针 补齐第一个边 最后在交扣的位置引拔 花边第二圈就完成了 往下勾第三圈 这一圈边的位置在锁针下方的大洞入针 脚的位置调短针针木勾支 针法有锁针 长针 长针加针和引拔针 先将线带到左侧锁针动眼里面 这里用引拔的方式带线 穿入左侧大洞 勾一针引拔针 然后立三针锁针做起立针 在第三针上做好标记 这三针算作一针长针 同一个动眼再勾三针长针 加上开始的一针 一共四针 接着穿入相邻的大洞 勾三针长针 往下勾四针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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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三针长针 到了脚的短针位置 挑起针目勾一个长针加针 这里的加针是一个动眼勾两针长针 1 2 完成后三针锁针间隔 同一个动眼再勾一个长针加针 脚的位置就完成了 后面是花片的边 调锁针大洞勾长针 按照一个动眼 三针长针一个动眼四针长针的规律 循环往下勾 把这一边勾完 到了下一个角 挑针目勾两个长针加针 加针之间三针锁针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